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朗读与诗字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宝库的瑰宝 不仅内涵丰富 而且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而且短小精悍 词句提美 韵律和谐 节奏性强 一读一记 童谣儿歌他的特点就是内容浅显 思想单纯 篇幅短小 结构单一 语言活泼 节奏明快 异畅 那么古诗词儿歌和童谣他的宋读方法有哪些呢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第一个 创设情境 理解记忆 我们就以春晓为例 来看看到底是怎样创生意境 来怎样理解记忆呢 首先我们看春晓这首诗 就是孟昊然所写的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起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首先我们来搞明白 其中有几个字的意思 小在这里指的是早晨 所以春晓写的是春天的早晨 处处闻起鸟 闻是什么意思呢 是真的闻一闻吗 不是 在这里是指听 起鸟 起鸟就是鸟儿的起叫声 那么整个诗歌呢 如行云流水一般 平易自然 然而又有优远深厚的意境 所以现在呢 通过这首诗 我们明白了怎样创生意境 在理解的基础上 记性记忆就变得更容易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吧 就是形式多样 熟读成诵 那么我们要注意 同样的停顿和节奏 一定要读出感情 从中感受到 同样的语言美 节奏美和音律美 比如说 国旗这首二歌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国旗 国旗 真美丽 五颗金星 照大地 我愿便知 小白鸽 飞上蓝天 亲亲你 老师在这里将该停顿的地方和他的节奏画了出来 你也可以试着来朗读一下 下面我们来继续学习 自主识字 主动发展 那么我们在学习 诗歌和儿歌的过程当中呢 不免会遇到一些生字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要学会 自己去辨别生字 自己去查询这个生字 小星星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一闪一闪亮晶晶 神奇可爱的小星星 高高挂在天空中 好像宝石放光明 一闪一闪亮晶晶 神奇可爱的小星星 那么这首二歌呢 通俗易懂 并且没有生辟字 读起来是 朗朗上口道 好了 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你能根据诗经认读 并理解 改现的字的意思吗 首先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这首诗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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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哪些字画现了吧 首先是诗 然后是语 还有文 再有顾级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几个字它是什么意思吧 诗 它体现出了诗别师这个特点 诗就是送 诗汪伦就是送给汪伦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江玉行的玉 就是想要 将要离开了 想要离开了 好了 文 它是听到的意思 忽然听到岸上有人唱歌 不及汪伦送我情 就是必不上 那么这首诗描写了李白成舟将行时 汪伦踏歌送别的情景 十分朴实地表达了汪伦对李白的真诚感情 同时这首诗也描绘了李白对汪伦的感情之重 他们互相之间都是非常看重对方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所据的内容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古诗词 儿歌同样它的诵度与诗字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呢 第一点它是创设情境理解记忆 第二点形式多样 熟读成诵 第三点自主识字主动发展 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吧